嗨大家好我是泡泡 混职场我们都能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 小人经常得志 混得非常好 很容易得到领导的重用以及巨大的利益 而好人呢或者说君子 总是混得普普通通 平平淡淡 即便很有能力和才华也总是黯淡无光 难道是领导眼瞎吗 这究竟有哪些原因呢 今天就跟大家来分析三点 第一领导需要有自己的眼线 当领导的最看重一件事情 就是自己现在这个位置做的稳不稳 所以他需要掌控全局 全盘了解一个组织的所有情况 了解每一个下属的一举一动 所以领导日常就需要安插自己的耳目和眼线 探听秘密 掌握情报 及时告知自己 而小人非常善于告密 因此大有用武之地 但君子是根本不屑做这些事情的 他们认为毫无意义 并且浪费时间违背自己的价值观 君子一般都会干 更重要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 第二领导会假借小人之手办事 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正大光明 轻正廉洁 领导也会打一些擦边球 为自己谋划一些利益 职场本身就有一些灰色地带 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潜规则 领导是不会自己去办这些事情的 他只能选择一个心腹 或者说自己的一个代表代言人 那么所谓的小人 当然是第一选择首当其冲了 小人没有是非观念 没有底线 只会服从 会把领导伺候得舒舒服服的 非常善于去领会上级的意图 君子胜任不了这个角色 因为君子坦荡荡 他们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他们如果真正的发现了 上次存在的一些情况的话 肯定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的 所以君子自然不会受到领导的重用 第三 领导会培养小人成为自己的打手 一个公司 一个单位 一个企业 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领导 领导和领导之间也是竞争对手 也是利益的争夺方 所以不免会产生一些斗争和矛盾 一方都希望压垮另一方自己胜出 获取最大利益 领导们特别聪明 他们是不会公开的向谁去宣战的 他们只会培养小人成为自己的打手 因为小人常常都心狠手辣 会非常配合领导去铲除异己 消除敌对势力 除此之外 如果领导想教训一下下属 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一般也不会自己亲自去动手 都是依靠小人去完成 君子当然是不会的 君子爱好和平 不好斗 有是非观念 不喜欢挑起矛盾 也不善于去欺负别人 综上所述 小人常常得志 而君子老是怀才不遇 就是这么几个原因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 你们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吗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泡泡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欢迎点赞关注 拜拜 拜拜